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好 大家晚安 好 来看今天帮大家准备的主题 首先今天请到阿斯匹林 当然要来解读他最专长的 帮我们偷看 偷看 用偷看形容 偷看大小外资的动向 这个阿斯匹林很厉害 我们以前看外资就外资就外资 他看得好细喔 大外资 小外资 大外资这个比较做中堂线 小外资短线跑来跑去好厉害 所以如果我们做比较短线 当然你要看小外资的脸色 所以今天台股的长黑K棒 真的需要担心吗 小外资连他们也转空吗 待会我们要请这个 我们阿斯匹林好好帮大家解读解读 另外我们就来看今天盘面上 虽然大盘的指数回落 让大家有些害怕 但是盘面上两个族群 表现得非常亮眼 一个就是游戏族群 另一个就是太阳能族群 那么到底这两个族群 他们只是一日行情 还是有比较稍微长一点的波段 大家可以期待 待会我们要请维太用筹码面 还有基本面帮大家来好好看一看 另外诚哥 这诚哥选股当然很有一套了 所以待会要帮我们来看到的是 获利爆充股 到底在哪里 怎么选股 待会我们听诚哥 好我们首先先要有请阿斯匹林 来帮我们看看外资动向 这是今天大盘的走势 很恐怖 从来没有翻到盘上去 一路开了之后 开一个小低盘 其实叫这个地方 好像有点感觉要上去的样子 结果没这回事 一路往下打 最后收在相对低点 9239 低点在9237 只差两点 真的收得很低 跌了快要1% 然后量好小 只有567亿 外资今天卖19亿元 期货在上个礼拜五退8000多口 今天只小买回1500多口 未平仓在6万5000多口 这个盘我要请教阿斯匹林 阿斯匹林 现在外资是真的都在放假吗 外资上礼拜五 美国的四屋日结束 其实差不多要放假了 四屋日完就放假了 就差不多 因为赚到 这波赚多了 如果没有什么赚 那当然努力要工作到 工作到最后一天 对对对 我赚到钱了 后面四天 那道琼还在涨个2000点 没有了 四屋日没有供超过2万点 差不多就结束了 就结束了 因为那天是最好供的 因为空头都被嘎到最后一天了 对 所以那天没有嘎上万点 这代表说外资要提早放假了 都已经多头都已经赚了 那现在留着都是空头 来来来 阿斯匹林借我看 量在这 567亿 这是不是叫做很多外资放假去的量 已经开始放假了 越接近 这个24号 对 量就越来越少 越接近平安 夜旦节就搭放假 我们的量就会一直缩 对 所以那一支赶快过来助振一下 那就会有不一样 好 所以来请阿斯匹林帮我们来看看 这个大小外资 怎么看他们现在的方向 是 所以上礼拜五 大家被外资吓到了 就是忽然外资大退8000孔 大家觉得 是不是外资要撤退了 所以今天大家看到黑眼就开枪 就越着卖 事实上也不是卖压很沉重 500多亿而已 事实上是没有买气 大家观望的气氛多 黑管今天涨 大跌都是涨多的 就是你赚很多怎么样 吓到了就卖了 跌多的股票有没有继续跌 没有 今天跌多的股票本来涨了 对不对 游戏股跟 对 都是跌得很低的在反弹 所以今天并不是那种追杀的卖压 并不是我亏钱的还在卖 没有 是赚钱的在卖 类似这样 只是卖 因为没有量 所以一卖就跌停 然后一卖就大跌 所以上礼拜五 大家看到外资忽然大卖 谁卖 听到 也是五大特定的法人 大外资 前面五个卖而已 就是8000孔是前面五个人卖的 后面20几个外资 有没有卖 没有卖 都走横的 所以20几个外资只有五个卖 后面20个外资看不懂行情吗 难道后面20个外资都看不懂美国会跌吗 只有前面五个大外资吗 不是 因为大外资怎么样 放假了 放假 放假就先撤了 所以放假是不是这样说 就是我要先放假 那我不管那个后市它要继续往上涨 或者是往下跌 我不管 但我放假 我至少守住我现有的 我就先卖掉 所以不代表它 它是因为放假 不代表它看坏 对 并不代表 因为大外资的多单 基本上 这边它都还是多单 它并不是说 变成空单 变成负两万口空单 没有啊 对不对 所以它是本来说 我可能努力买 可能趁到穷大涨200 我就再嘎个100亿 可能嘎过去9400 9500 所以我后面可能还要买个1 200亿 我还要工作的话 对 那我多单就要架着 等我嘎上去的时候 我多单才会赚钱 对 现在放假了 有要嘎吗 没有 我看到未来5天到10天 都不会嘎了 就大廉价了 对 就放个5天 年后再放个5天 我如果今年赚个100亿 帮公司大基金赚个100亿 我起码放个15天到20天 对不对 反正年初也没行情了 对 所以大外资就先撤 那你看剩下小外资 赚不多的有没有撤 没有撤 还是要继续打拼 继续跟他拼 对 所以看小外资 完全没有撤 今天还小幅在增加 而且今天1500多口 小外资的增加 并不是大外资 大外资不见了 所以小外资是看方向 比较看短线 他还是看多 对他还是看多 小外资并没有撤 如果小外资 他之前像这个地方 看小外资 撤得很快 你看他的确下跌 很灵敏 大外资之前看 没有什么撤 大外资不怕下跌 对不对 因为他部位大 短线的下跌不怕 他后面再加上来就好了 小外资看 跌下去他做 等指纹了 你看他又往上做 对 小外资是两边都转 这小外资现在有没有撤 还没有撤 所以不用太过担心 暂时还不用担心 对不对 没问题的 那我们来看看 那外资呢 到底他们接下来对于 接下来台股的一个走势方向 是 对所以 虽然大外资 只是需要放假 对 小外资没有 没有撤 但事实上外资 也没有完全看多 这一波 这样夹上来 这是内资 造成的 你看外资 这个是外资的现货 有没有 有没有买 没有买 完全没有买 对不对 所以这一段期间 外资完全没有进场 是说外资早就提早放假了 他只是说 卖代资 卖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没有继续卖而已 有没有买 没有买 这一波 这一波大概有一八成 都是内资在推动 只是说外资没有继续打压的话 台股就不用太过担心 对不像 马来西亚 菲律宾都被外资打压 对 股会双杀 台股就说 我就不管你 不管你的话 内资要做什么 做 作战行情 跟红包行情 所以借券变化也不大 对不对 但之前 但是之前呢 之前是卖 之前呢 之前借券是增加 所以外资这一段 的确是看空 的确是做空 只做到这边 他休息了 对 他没有追杀 所以外资没有追杀之前 这一段就交给内资表演 内资表演有时间 都有时间限制的 对 通常都做到过年 做到过年 过完年他要领红包了 他就领走 对不对 所以当内资不做了 你就要小心 因为如果到时候内资不做 外资也不做 那就小心一点 所以现在是一个短线的反弹 OK 好 那我们来看看 那这个投信呢 要这个做 这样会做到过年 对 所以既然外资都不太做了 那我们就要看内资 好 内资谁最擅长 就当然是投信最熟 对不对 投信跟内资是 麻吉麻吉的 对不对 所以看到 大盘这一波 见到低点 你看 这个橘色的线 是投信的买超金额 你看金额开始往上攀升 对不对 这个是买超的张数 也是拼命的往上攀升 对不对 所以无论是买超的张数跟金额 都是往上的 所以你看这一波就是 内资所推动 由投信去拉的 因为你看 剩下两个月 大概11月开始拉 对 剩下两个月再不拉 你明天怎么卖基金 对不对 基金绩效就很难看 对 有道理 我一整年都在卖 你看过去都在卖啊 过去内资都在卖啊 对不对 所以一直卖一直卖 趁最后 对 基金额都很差嘛 是 最后拉个几掌 好看一点 那叫临时报佛脚 对对对 但是反正我们可以搭一下叫 对 他一定要报佛脚 他是习惯不报佛脚 不行 这样子 所以这个是投信哦 接下来这年底座张 是可以期待的话 来这个怎么做 这张图刚阿斯匹人给我看 我说我想说 有没有讲错啊 投信座张 居然做的是上市不是上柜 对很有趣 对所以你看 因为今年的上市行情 比上柜强嘛 对不对 你看最后拉的 这一波 连那个中钢不太会动的 都往上涨 对 钢铁股这么大股本的 都往上冲嘛 所以今年都是动大股本的 为什么 因为那个量大嘛 我去拉小型股 没人要跟 对 有些小型股 9点20分才开盘的 没有人敢进啊 对不对 投信 因为投信他们进 进股票也有基本的条件嘛 那个成交量要超过一定的比例嘛 所以公司好贵好 没有量 投信不能进 所以可以看到 为什么知道 他投信是做上市 对 投信他会公告 他的那个持股比率 就是说他 他买的是一定的嘛 对 可能接近到70%到90% 对 然后这个70%到90% 他买上市多少 买上柜多少 今年6月开始 这个蓝色的是他持有上市的比重 那个才61% 上柜呢 上柜是这个绿色的 看右边 右边是27% 对 你看哦 蓝色的一直往上 一直往上 这边又往上 对不对 然后绿色是你看 之前往下 最近呢 又续续往下 剩下多少 剩下21% 所以你看 上柜少了多少 6% 对啊 卖掉了6% 以为投信做账都做OTC 结果不一定 对因为OTC难做嘛 因为进去会出不来啦 进去他就是锁住了 对 所以你看他上市的买到多少 买到了69% 对不对 所以你看他卖掉的柜台股票 都跑去转上市 因为比较好进 比较好出 所以可能上市的股票 会比上柜的要好一些这样子 好那这个接下来就重点了 阿斯匹林 我刚刚特别请阿斯匹林 帮我们去找出来 投信做账的标的在哪 这个做账有结账嘛 对 有的做账 有的结账 你要弄清楚 对 反正这个是做账 所以我们可以跟着他 做多的股票在哪里 是你看我们透过 比较特殊的方式 来看投信买什么 第一我们看过去20天 他们集中火力买什么 过去20天他是买超的嘛 这个是过去20天他买超的比重 赞整间公司的比重 好像第一名的双红 那个红红红红就是他买超 对是过去20天 因为太多了嘛 如果全部列得很清楚 你会太密密麻麻 红色就是买 绿色就是投信卖这样子 所以看双红几乎都在买 就红的越多就越好 对它就连续性的买 投信买 例如我是元大买 买完隔天换群艺买 群艺买完永丰买 大家抢着买嘛 好类似这样 所以他就连续性的买 连续性的买不够 像这个双红 他是过去20天里面 有15天都在买 只有一天卖而已 我们投信买很积极 买很多天不重要 有没有买很多 有连续性买很多 买了5.4% 这是双红 对赚了公司的股本这么多 是集中火力 因为双红过去涨很多 现在也是高档 我如果没有照顾 就下去了嘛 对不对 所以尽量给它 撑再高一点 那个投信已经有的股票 不能掉下来 掉下来它的绩效 马上很难看 对 所以就起码会撑到年底 年底过后你要小心一点 起码年底还有10天 年底过后那种 投信很高持股的 你就会变成是 谁先卖谁先赢 对 过了他就不管了 他就不照顾了 所以现在暂时还安全 对到年底前 投信都在照顾这些 像第二名台药 我也买了很多 因为公司不大 所以投信就集中火力 像他最近 大家在讲游戏股 事实上看 投信也是毛起来 去做星相 早已经做很久了 因为星相最近 现在是压很低嘛 所以赶快拉起来 来做个仗 那像联军也是低档 赶快拉起来 对 昂宝 这个高档区 对不对 宜特 齐立新 反甲 翔硕 仲达 仲达最近又拉很凶的 好 这是这些都是 投信作账的标的 连续的买超比例是蛮大的 对 那我们请他使命 帮我们来举一个例子 我们来看看 这是宜特 对宜特 因为有些投信作账 他主力会趁机结账 对不对 趁投信拉 赶快倒给投信 所以我们要找 投信跟主力一起拉的 像你看这个是 400张以上的持股比重 这是宜特 连续两周都大幅增加 这深红色代表什么 是千张的大户的比重 只有千张的都在增加 连续两周 那你说代表散户的10张以下 有没有减少 有 上个礼拜 减了都快1.5个percent 散户都把股票卖出来 10张以下都拼命卖宜特 然后大户通收走 对 全部都收走 对 这样对坐的情况下 通常大户赢的机率会比较高 那我们稍微看一下宜特 他的位置点在哪里 好不好 来3289 我们看一下宜特 他这个宜特之前也是跌过了 对跌过了 所以最近又起来 难怪 那个站回均线 那个套牢的人就想说 赶快卖掉卖掉 所以就散户要主力接走 对 那我主力我怎么愿意帮你解套 对不对 我如果帮你解套就杀下去 我不是跟笨蛋一样 我一定知道后面的业绩还是不错的 会不会是年中想要做善事 也有可能要做个账 对不对 但是主力不可能会做善事 公司派知道公司有问题 当然就不会客气就卖了 类似这样 公司在买 所以他最近的量 并不是出货量 是主力进货量 那看大环境如果不要太差 主力就顺势在做上去 这就有机会了 这是宜特 好那接下来就要提醒你小心 这头信在棄手 跟刚刚那不一样 刚刚那红红红红是头信在买 这个都是绿绿绿 头信在卖你要小心 对而且你看到这个 像第一名的汉品 之前杀很凶 对不对 但是头信知道拉不动了 对 他不是做那个发烧油 对不对 对啊 高级音响 对对对 所以你看 那个热忱过人 而且市场不太买单 对不对 就只有你一家做 差不多 没有办法一个族群吵起来嘛 所以你看头信 认赔结账 所以杀很凶 所以你看头信几乎都在卖 那你就要小心一点 这样子 好像众奇 网通的之前涨很多 维新 你看之前涨多的 最近都在卖 要小心哦 细创 细创 邦克 这生计 普瑞 普瑞 泰伊 东洋 红朔高级 你看到生计有一档 两档 生计很多 在被结账 对生计要小心一点 要小心一点 好那我们也一样 举一个例子来看 这是维新 对维新 维新之前涨很多嘛 最近还没什么跌哦 对不对 为什么 你散户在接啊 你看过去两 有两周 散户每一周都买了 快半 0.5% 散户最喜欢做这种事 但涨的过程不敢追 对 接下来你去追 刚好接刀子 就10块涨到20块 觉得好贵哦 10块再拉到30块 再跌回22块 觉得好便宜哦 又买了 明明你比之前还贵两块 就觉得便宜 对有道理哦 大户就趁这个时候 你看通通卖给你 所以你看千张的大户在卖 不是谁卖 都是千张的 卖一趴一趴 三周卖掉公司 3%的股本 类似这样 所以要特别小心 所以这个要小心 对不对 所以这个有投信 有这个 做账跟结账的 你要小心哦 好那么这个 最后我要请 帮我们看一下台币 为什么要看台币呢 因为今天的重挫长黑 可以大家以为一下 外资跑光了 但是你看台币 其实它好好的啊 它也没有什么重扁的 一个绩效 是你看 事实上台币之前在底部 打一个很大的W底 对不对 正常照技术分析 对不对 基本的 那个教科书讲的 突破颈线就要 一直上去一直上去 照理说一直扁啊 就突破半天 一直扁不了 一直扁不了 一直拎在这里 对 很奇怪 外资有没有会出 有哦 外资有一直会出哦 对不对 是哦 因为美元指数一直涨啊 你看 亚币一直跌啊 连密币都撑不住了 我们看一下美元指数 是一直涨啦 那但是好像我们台币很强耶 对你看 美元指数 跟我们台币这样打底啊 对不对 然后喷出 整理一下 又再喷出哦 对不对 所以美元在喷出 照理说非美元的 就要一直扁值嘛 对 所以外资的确 在会出 如果我是那个 法国的投资人 我也要会出台币 要啊 如果我是日本的 我是韩国的 谁都要会出台币嘛 对 只有一种人 他愿意买回台币嘛 就是谁 就是内资嘛 因为他回流了嘛 是 因为那个当川普当选 全球那个美债 跌太多 跌太多 除非你要把美债 转到美股 那才会 所以这两张图连在一起看 美元指数还一路的往上走 然后我们来看看台币的走势 却不是一直在跌 所以呢 其实新台币还是有固定的买盘 就是内资 对 所以外资一直希望在汇出嘛 所以台币有个贬值的压力 对 但为什么没有贬值 因为内资有在汇入嘛 所以这个台湾的那个作战行情 才慢慢的在酝酿当中啦 所以过年前应该不错 好 我正要问你解论 就是过年前还不错 对过年前不错 所以要领红包要快 不要等到快过年才说 买个股票过年 那会最危险 我今天特别帮大家算 就是距离过年前 你还有多久时间赚钱 只剩下一个月又一个礼拜 对 没有很久 如果算交易日的话 才二三十天而已 对 今天过年很快 红包要赚 动作要快 对 多认真一点 好 非常谢谢RSP-Ling 那么今天帮大家来看看 外资的动态 同时也帮我们来看到了 到底投信做账的标的 帮大家选出来 还有一些小心 你要结账的标的 这些你要稍微避开 好 那么再来我们要有请诚哥 来星谷专家 今天有一档星谷上市 叫做利清 好 那利清今天上市 你看今天那个盘很烂嘛 对 不能讲很烂 不太好 但是人家的利清呢 今天是 点咖吗 利清不是点咖吗 是嘛 对 点咖两条咖 对 长七十% 所以星谷还是 蛮有看头的 星谷不是每一档都蛮有看头的 好啊 这样子啊 星谷专家你要给我们看啊 我们来看前面有一档6554 你来看一下 之前的6554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日线 6554 来瞄眼 来看一下日线 你看他一上市就破花了 对啊 怎么讲 对 所以星谷要挑 对 所以我那时候有请大家 这个可以抽嘛 逆清嘛 三十块嘛 对 吉元这也是之前上市的 对对对 然后再来 这里我等一下会讲一下 如果讲到 那个 你手上股票 不太好的时候 你不要骂我 那我就实话实讲 好来 再来 接下来 21号 要这个挂的有台新 然后再来 有6569 成哥连线提过的 一阳 一阳 对 我请大家去抽的啦 对不对 成哥说可以抽 那时候可以竞拍 那时候我有告诉大家 竞拍价钱 但是现在不能再讲 现在不能抽了 官还可以抽 这还可以抽 好像明天还有一天 明天还有一天 136块 对 要不要抽 可以抽吗 但是不要到新贵去买 好不好 不要到新贵买 我们刚好看一阳 你看一下一阳好不好 一阳来6569 对不对 这个一阳 你看他今天收270 但是成哥你说挂牌 他会挂185 185嘛 对不对 那现在就270 对对对对 所以抽到应该不会破花 所以 这种股票是这样 像这种 差这么多的 跟新贵差这么多 抽到就中乐透 是这样意思 抽到应该就 你看就赚了嘛 对不对 对对 差价嘛 再烂也有250嘛 对不对 通常会回去那个价钱 有机会 因为像这种股票 不然现在买的是空 这种股票是好公司 这种股票是法人 一定会买的股票 因为华硕的小心机 那谁会这个地方 去抢着买 还量那么大 因为 他认为 因为今天利青 利青挂出来以后 他想说 那利青就创了历史新高 他也要创历史新高 你看一下他历史新高 是300多块啊 一阳之前的历史新高 对对对 难怪今天200多 所以大家就说 这个秀 每一个人都很厉害 好 来我们回头 我们把它看过一遍 你可以继续抽 但是我提议 不要去新规买 不要新规买 我只能讲到这样 虽然它是在IC设计里面 它可以在射屏晶片 可以一站式 全部都满足 但是它的射屏晶片的 我觉得放在setbox的 射屏晶片会很高阶吗 你问你自己 不要问我 好 可能不是那么高的技术门 用在setbox的射屏晶片会很高阶吗 我不知道 但是可以抽一下 对对可以抽 那一阳是之前诚哥就说你去抽 一阳这个部分 它基本上来讲 我等一下很快的讲一下 那台新的部分 就是你可以抽 因为它的距离价钱很多 但是开盘第一天 你就给它 就这样子 我话都讲完了 所有操作我讲的都很直白 我就是这么直白 所以常常被骂 那吉原这个部分 是做披开罐的那个 披开罐的那个罐子 像什么王老吉 对王老吉 对 吉原的部分 我就持有比较持平的看法 虽然它的财报看起来数字很好 现在数字很好 现在数字很好 好了我们懂了 你要听懂我在讲什么 好来我们看 今天历清今天挂牌很风光 今天大涨七成 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家 它是做LED的 那个先做屁股 汽车后面的那个 那个尾灯 那它现在做到前面的头灯 头灯的利润比较好 所以它是车用 对车用 那这一档股票呢 它其实成长度是够的 那媒体也写了很多 它只有给我一点点小小的余力 它是大同集团的 就只有这么一点点 但是法人好像对 对这档股票是蛮有兴趣的 因为我怕大同集团 那个华虎 虎华 虎华 虎华是它最大的股东 要做小的 三刷买一下 我就不知道了 而且它的 它的董监持股 大概只有18% 外面算笨笨 筹码不够集中 对但是法人对它 是喜欢的 不是 是它的 公关公司很厉害 好我讲的 我讲话都是很直白的 它的公关公司很厉害 这一家公司挂牌的公关公司很厉害 我们台湾有三大公关公司很厉害 它是其中一家 真的 我们不要讲名字 不然帮它打广告 好吧 这个是历青 对历青 那我们来看一个陈诚哥比较推荐的 伊扬 这是建议大家去抽 伊扬的部分 它基本上工业电脑的时候 我讲一个概念 我们再讲 我们先看一下 鸿海的时候工业电脑 它support一个小经济 叫六四一次 我们来看一看 华汉 把它拉远一点 你看它股价是怎么涨起来的 你看鸿海集团 有股票是这么贵的 没有 它是最贵的 对 那再来的时候 刚刚那小经济 华硕的 这个是华硕的 对这是华硕的 华硕的小经济 它基本上是这样 那这个股票 因为基本上来讲 在工业用电脑 用在医疗的部分 所以法人基本上来讲 认为它是直优的股票 它应该会有基本持股 外资投信都未来都一定有基本持股 这是一个 那再来的部分 工业电脑还有一个 就安琴 安琴的部分 它基本上是人保 那你讲人保 那没吸引力 我们把它放它到基本面来 你如果讲人保的工业电脑 没有吸引力 对不对 吸引力不够大 因为人保不够贵 那你如果再加一个联想 就有吸引力了吧 联想 联想啊对不对 因为人保跟联想已经够贵了 所以他们有家公司叫联保 对不对 对 所以基本上来讲 当你看到安琴的这个概念的时候 请你把人保联想到联想 怎么联想呢 联想 所以现在的工业电脑 其实都有付爸爸付妈妈 应该都是有这样的一个加持 那对他来讲 因为我们刚刚看到 那个医疗本益比 到今天变33倍 33倍 对那安琴是11倍 因为他同样有一个东西 医疗智能车 医疗智能车这个部分 有诚哥上次说就是你去看医生的时候 会有一台一直跟着你 对对对 这是他的杀手级的产品 杀手级的产品 那我倒认为说 医疗如果长起来 会把它带起来 会把它带起来 那我刚刚讲到你 你如果只看人保 那就太小看他了 因为人保跟联想现在 那联想没有工业电脑 是所以有这样的概念 好非常谢谢诚哥 我们先辛苦先讲到这 那么赶快要有请维太 维太帮我们看一下 今天盘面上虽然是长黑黑 但是还是有两个族群 表现还不错 我们请维太分别帮我们看一下 首先我们来看太阳能 今天很多朋友都来问我说 太阳能长真长假的 因为太阳能常常是放羊的小孩 对不对 好虽然说刚刚阿斯平有提到说 其实最近这个法人 那一只其实都坐账 坐在上市 对 买超数字的确是与上市居多 但是其实在各股的表现上来看 事实上我觉得OTC 通常有三个族群 太阳能 游戏跟生计 那现在生计休息就靠什么 太阳能跟游戏 所以我认为说在 越接近这个年底的时候 我个人认为说 其实这两个族群 因为之前都没有长到 对 都跌了快一年了 对 都跌了快一年 真的有些超过一年 那这时候就要 如他们去表现一下 维太我们来看 为什么今天突然间 太阳能往上喷 很多人家讲说 股票涨到天时地利人和 对 首先我们来看礼拜五 这个是美股的 First Solar 就是在美国很大的 这个太阳能厂 是 它大涨你看7%多 对 然后再加上 基本面的消息 你看美国说要减产 对 然后油价走洋 当然太阳能 那在中国大陆 他们有新的政策加持 对不对 那再加上我们 我们还有新的电业法 这个所谓的绿电政策 这记不记得 我们的小英政府 不是一定要推广 环保的电源 所以这么多的一些 基本面加持 再加上 有示范作用的 First Solar 像大涨 国内的太阳能 是不是有机会走一段 好 在讲个股之前 大家可以先回想一下 去年在第四季的时候 太阳能族群涨翻了 还记得吗 从第四季开始 一直涨到农历年节之前 大家都说 冬天没有太阳 怎么涨这么凶 对 所以其实在市场上来讲 其实这种 比较属于这种 要接近年底的 这种所谓的内支 或者这个公司派 特别喜欢做这样的时间点 这种股票就会特别被拿出来做 因为基本上 它已经就是 没有什么题材可以炒 所以是不是太阳能 每年就涨这一次 我不想这么说 我不想这么说 但是我觉得 从过去这几年来看 确实有这样子的味道 就像卖烧鲜草 只卖冬天 对 它是一样道理 有点这样的感觉 所以我认为说 现在电子股的部分来讲 有些全支股都已经走弱了 那这些比较没有涨到 从小型电子股 你可以稍微去做个留意 好 那其实不仅是这个 我们所说的这个 一般人都留意 其实法人也在做留意 为什么 你看一下 这个是12月份以来 这个法人买超的一些 太阳能的标的 可以观察到 国硕 合金 绿能 中美金跟森阳 这些都是投信持续在买的 其实大家没有注意到他们 他们已经默默的都布一些局了 对 那可能就是在明年的1月份 就可能要出现这种 比较明显的一个表态动作 OK 那你可以看一下 这五党各股当中 其实还是有一些 股价金质比相当于偏低 例如说合金 例如说中美金 对 还有像森阳科 这些都是属于股价 金质比偏低的这些公司 是 那事实上 我觉得这个法人 在这边做布局 一定有它背后的原因 真的 所以我们就来举几个例子 来先请这个 维他帮我们看国硕 这个国硕 它旗下也有硕和这个小金� 对 所以国硕有没有机会 但是你看 国硕的价格 跟硕和价格 就哪个比较friendly 就国硕比较好买 对嘛 大概比较好买 硕和那么贵 要你成人哥才能买 对 所以现在其实 接近这个过年期间 这种所谓比较属于中低价的股票 就容易被人家就锁定 那国硕目前看起来 这外资是有偷偷掉这个布局 那么在400张以上的 大物质股比例 连续三周往上去做一个拉抬 连续三周 连续三周 那重点是它的股价 你可以发现到 这样子的缓 往上做电高 电电高好像 你觉得好像没什么 可是它已经怎么样 偷偷站回季线 通常我们说 这股价站回季线 都是属于什么 中长线可能会有 启动机会的一个时间点 所以我们说 目前看起来 这个法人职业在做布局 这党还没有政治做发动 可以留意 这可以留意 好 那么另外一个 我们来看的是合金 合金 实在合金 我记得在去年 在前两季的时候 我特别提到 就是说 它的业外的部分 一次性的任劣结结束 所以未来就是属于 就是没有在做什么 任劣亏损动作 所以本业会慢慢起来 那果然这边外资 持续在这边做一个布局 跟买潮动作 再加上它在这个 近期公告 它要发行一档有单CB 那基本有单CB 对股价的一个贡献度 是比较 就是正面加分效果 是比较大 OK 有单保的CB 有单保的可转债 对 好 那400张的大物持股比例 也是连续三周 是往上去做拉高 那你看到这个股价 在这边打底 将近快要半年的时间 它在干嘛 在半年 打底半年时间 这边站上际线 有没有 拉回 回撤不破际线 往上做重高 而且这连 一二三 连三红往上做重高 所以这个打底 底部形态是非常非常明确 所以打了六个月的底 会那几根就结束了吗 应该不会 应该不会吧 那只不过短期上 今天是留下来 比较明显的上一线 所以可能会有一段时间 可能三天或五天 会需要筹把沉淀 到时候我们再来去做介入 好 所以就不急 你不要追高 对不对 好 那这是在太阳能的部分 那我们再来看 今天游戏谷也很夯啊 游戏谷 今天我还特别去玩那个 玛丽欧 对 以前的超级玛丽 对不对 听说被骂到死 听说很难玩 我是听说很难玩 但是有人说很好玩 所以我不知道到底好玩 哪玩 今天我们那个 那个同事友就试试看 对 哦好难玩哦 听说是前三关免费 第四关开始到付费 对不对 还有我们听到 这个同事也讲说 他下载当天 因为太难玩 就把它移除了 对 对 所以你来看看 这个任天堂 马上中错 这个跌幅 因为太难玩了 所以两天跌掉10% 结果呢 我们的游戏谷 两天 因祸得福 一直飙 我想说这两天什么联动 他们说有啊 因为这很难玩 就想想我们台场比较好玩 就要来玩我们台场 游戏 真的是这样吗 你说它是下载排行榜当中 那个星星平等最低的 好像只有2.5颗星 不好玩啊 就跳不起来啊 那香菇吃不到啊 那金币也拿不到 拿不到就跑掉了 大家去玩玩看 很难玩 对 我这样讲一下好吗 好啦 所以我们来看到 那游戏谷 其实我们台湾游戏谷 本来就忘记快到 对 因为今年农历年比较提早 很早过 以前是二月中或二月底 现在是不到二月 一月底就过年 对 所以其实寒假来得比较早 所以它发动期间 也往前做提涨 对 最近都很多新游戏 在推出嘛 对 对 对 来我们来看到 国内的这些股票 Oh my God 今天是涨停办 对 那很多的写游戏谷 辣椒今天也快要涨停 对 那谁还有机会 昨天也涨了 华也不错 是 那如果说我们从法人角度来看 买最多是什么 星象 事实上在游戏软体股当中 星象是最早落底的股票 所以如果游戏软体股要涨 一定要先看星象 就有点指标 它最早跌 对 没错 那事实上它的基本面不错 你看它在今年一到十一月份 累计合并营收 成长百分之七十九 这非常不错 Oh my God 也不错 为什么它会涨 就是因为它累计营收 成长百分之二十四 对 所以你要有赚钱 对 我们现在看一下星象 好 星象这里实际 没有 那没有 足底足底 站上级线之后 Safe 就好像已经站上二壘 进入得分 进入得分 得点区 对 那目前看起来 投信持续在做买超 就不排除说 这个也是属于投信 可能在年底 会进行作账的标的 那么今天早上看到新闻 EPS可能有超过十三块 OK 所以其实这个也是属于 法人持续在做布局的一个个股 那当然 大乌持股的部分 最近这两周 有陆陆续续在做加码 我觉得这两个股 如果有拉回 季线不破 应该还是可以做留意 好 这是星象 我们来看一档 这个是 Oh my God 这种股票也是 不涨折疑 一涨就蹦蹦蹦 是 OK 一涨让你买不到的 我觉得还是有机会买到 还是有机会买到 因为其实这两天 换一次买也比较多 那买到那天 会不会就完蛋了 一样的道理 我认为说 这种属于这种 从底部往上 做突破季线 拉回如果不破季线 基本上都还有机会 再往上 季线是标准 我觉得季线是中长 所以这个整个 你的筹码看起来是OK的 对 我觉得目前看起来 大乌持股的部分 目前看起来 都是相对的比较持平 这让最近外资有在这边 去做一个加码动作 那股价刚刚才启动第一波 应该是还可以做留意 好 非常谢谢我们的维泰 维泰今天帮大家来看 盘面上两个亮点 一个就是太阳能 一个就是游戏 给您做参考 好 我们休息一下 下一段回来 诚哥要帮我们选股咯 到底现在还有哪一些的 营收可能会一次性的 爆充的股票 赶快给大家做参考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我是谢文恩 12月26号开始 欢迎大家下载3D新闻网APP 从下午5点钟起 不管在哪里 随时随地 都可以同步收看 我的即时解盘讯集哦 打开梦想之门 全面启动渴望 Audi Open House 空前盛会 超级车款优惠